2024年1月46日 网络言论选 2028年以后 中国没有战争能力 但能沦为战场 某人说 中国的邻国好多呀 南边还有台湾 刘仲敬说 台湾是敏越的邻国 不是中国的邻国 图博是大鼠民国的邻国 也不是中国的邻国 世事都在大鼠民国一边 某人说 今年从最古老的文明 苏美尔的菜做起 两河流域南部兴起的 苏美尔文明 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 在伊拉克地区 苏美尔的菜谱 我是找不到了 但是伊拉克的 还难不住我 所以今天做传统 伊拉克菜 羊腿 米饭 配菜是法国菜 Ratatouille忽略不计 对了 配乐是泥石板上的 古老区普编的 叫基尔加美食 好好听 人类最古老的音乐啊 赞美神 音乐 文字 历史 美食 太美了 太美了 我儿子都吃光了 苏美尔人被阿卡德人 征服了 我找找阿卡德菜谱 找不到就吃埃及菜吧 刘仲敬说 蹲羊腿的菜谱还有 貌似跟现在的思路差不多 只是有些条理不好找 例如伊朗青葱之类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考虞没有菜谱留下 但是有考虞啤酒馆的 考古学遗址 属于大众休闲类 考法大概也不会复杂 估计也跟现在差不多 也是当时当地的特殊调料 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几百种面包和啤酒 差别大概也只是在配料上 水果蛋糕和脆皮肉馅饼 不太好做 但精致程度 明显不如洛可可时代的 法国大厨手艺 美索布达米亚祭司 和王公的顶级美食 肯定是不如塔利朗亲王 和巴黎布尔乔亚的 日常料理的 某人说 同样没有任何研究证明 民主化就能带来繁荣和自由 而是反过来 自由和繁荣是民主化成功的保障 而多国体系下 不容易被干扰的自发秩序 是贸易和思想的自由和繁荣的保障 哈耶克 杨小凯等许多学者 早已从正面和侧面论证了这一点 刘仲敬说 多种政治制度并存的多国体系 当然比单一制度的民主大国 更有利于文明 某人说 俄罗斯莫斯科今天变电站爆炸 大片区域断水 断电 断暖气 莫斯科气温零下27度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都不要好过 刘仲敬说 民用配件也开始跟不上了 某人说 接下来是 刘仲敬说 围城和张恨水抗战小说的大后方 几辆汽车的残余零件 拆下来拼装一辆 三个兵一条枪 黑是西奥用金条买 某人说 辽国 柬埔寨 缅甸 越南 是滇国的邻国 三宣六位 刘仲敬说 滇国独立唯一出路 某人说 您老又拿阿根廷半个世纪前的事情来忽悠你的脑残粉了 另外 你才是士大夫 我并不是 刘仲敬说 你们贫下中农吃什么 向来是没人在乎的 某人说 在没有CCP的平行时空 你祖上做梦都想给我祖上做小弟 刘仲敬说 意思是给地主老爷打杂 去到老爷 最近淘汰的通房丫头 没有像阿丁和炸博士一样 极可难耐 BBC报道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2021年的调查 至少有约69万台美人 Taiwanese Americans 生活在美国 移民美国历史超过半世纪 随着台湾民主政治发展及两岸关系变迁 台湾移民在地缘政治及美中台三角关系演变的过程中 分化为台派与中华民国派 刘仲敬说 蜀美分为黄俄 白华和爱国者三部分 某人说 我们知道中国在做什么 他把美国视为敌人 而不是竞争对手 我每天在联合国都看到他 我们需要一位以强势地位与中国打交道的总统 刘仲敬说 竞争性排华学 某人说 湖北人存在而且不少 但存在感远远没有湖南人来得强烈 我也不大明白为什么 似乎早年在台湾的湖南人都更占政治地位上的优势 也更会抱团 其他抱团失败的就是在眷村里过得比较辛苦的一般人 后来有些就被周遭同化了 文化或认同没保留下来 刘仲敬说 乡军是北伐黄浦军的半独立盟军 统战价值一开始就更高 储军依附北洋军阀 站在失败者一边 然后依附贵军和日汪 又站在失败者一边 某人说 我的的爷爷奶奶阶级地位都不算小啊 至少我爷爷真的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干部子弟 古墨跟周家有很大关系 学校出身的 而且他的父亲是新华飞碟系统安排的工作 刘仲敬说 那不就是第三次反恐战争的阶级敌人 沦为客举化改革开放 干部以后虽然已经失势 但并不具备反攻捣算的阶级本能 如果入侵以前只是没有根基的贫下中农干部 部分是遗传地 缺乏有担当有远见 能够因为尚未出现的危险 而牺牲眼前利益的统治阶级本能 就没有办法了 不含人身侮辱和政治宣传意义 纯粹马基亚为例的贫下中农遗传特质 往往是理性不能克服的身体本能 例如临危的怯弱而非愤怒的血气 经不住生活小舒适 牵拉牢笼的惰性 对任人摆布缺乏本能的恐惧 甚至反而感到放下包袱的轻松 对下三滥小动作缺乏洁癖之类 如果只是投机黄鹅的江湖豪杰 那么转换投机对象以后 也还是彭嘉生一流豪强 某人说 真诚报告刘阿姨 我家那边其实是抗战难民 1938年以后才从汉口 宜昌过来巴蜀的 我的爷爷的父亲的工作 是周苍柏帮忙安排的 听客名额 也是他家帮忙说情给的 正是名额给了个南下干部 刘仲敬说 那就是犹事了 只能从事公教人员那种 某人说 虽说空军地勤 和旗下家奴的布甲马甲 还是有不同的 而且周家现在也没咋联系 他家在北京好几代的 改行研究物理一类东西 啥的的厚人了 刘仲敬说 那就完蛋了 做不了军阀 肯定要清算的 这个资敌罪 比彭加生白索成严重得多 国敢军阀 至少是为杨二小姐 和国民党判死剿匪 缅北宪共以后 才不得不投机免共 柏林墙一到 就下手弄死免共的 马基亚为例的说 做了军阀就有利用价值 像杜斯塔姆将军 各方都会拉拢 做不了军阀 而没有利用价值 正好拉出来清算 一方面抄家补充军费 一方面把人民的痛苦 引导到前朝余孽的头上 没有罪名 都可以发明出身罪 何况本来就是罪证确凿 孟加拉国国 算是民主国家 政府三令五身 不得侵吞印度帝国统派 和巴基斯坦帝国统派的财产 然而几十年来 从来没有逃亡的印度教徒 和亲八派敢回国任领 损失的人口 大概在因应帝国时代 总人口的15%作用 某人说 求青田大老爷 救我小的一救 刘仲敬说 还是做军阀最安全 靠别人总是不如靠自己的 做定了军阀 别人就算有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也得硬着头皮合作 某人说 我家族也算是滇军元老之一了 后来抵抗匪军 被杀了很多人 现在滇国大城市的人口 越来越直化 堕落 经济一片萧条 各民族的语言和宗教信仰 遭到空前未有的文化种族灭绝 现在还被这帮之汉纳粹分子 绑上与西方文明世界对抗的末日战车 滇人不独立 就是死路一条 刘仲敬说 滇国独立唯一出路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施压 恐酿台海危机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 4日发布 预防优先次序调查 2024年版报告指出 中国加强对台湾施压 美国恐卷入台海危机 连续4年 位居第一级风险 刘仲敬说 意思就是 中国在2028年以后 就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了 但仍然具备沦为战场的资格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前海军顾问郭喜 今天出示南韩 SI公司负责人朴武直升名稿 强调 并未将韩国前舰机密资料交给台湾 并对台湾国防委员 作为深感遗憾 郭喜指出 亲中立委就是马文军 要求即日起退选 并辞去立委职位 他也质疑马文军将同样数据 交给中国国台办 他必须说清楚 刘仲敬说 不排华行吗 某人说 我不支持无脑分裂 我认为 汉中回归巴蜀是很好的 但我认为 大一统已经开始成为 讨论的话题之一 就是非常好的 做了一点小小的工作 谢谢大家 刘仲敬说 事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商洛是储秦文化圈 我们尊重国际惯例和民族自觉 刘仲敬说 商洛爱国者可以复辟基督教军阀锐义生 古顶新 唐靖的正统政权 重建类似沙劳越布鲁克王朝的大公国 在属 储 秦各国之间维持国际军事 发展成为远东的卢森堡和列支敦士堡 事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彭博社引述美国情报评估表示 火箭军和国防工业基地内的腐败问题严重 包括导弹内装水而非燃料 以及大片导弹发射井盖 无法有效启动导弹 情况如此严重 以致美国官员认为习近平在未来几年内 不大可能考虑重大军事行动 某人接着说 阿姨 这又忙猜对了 刘仲敬说 这还不一定 战争并不一定以打赢为目的 沦陷区局势恶化到无法挽回 举起中华民族英雄的旗号上秦领领导 全民抗战 比窝囊退缩 而被各路军阀凌持更有利 当然 两条路的结果没有区别 事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上月资金已入手 普江更加努力 为滇国复国做出贡献 感谢在瑞士为滇地提供资金的前辈 你们的付出会得到期许的回报 刘仲敬说 滇国独立唯一出路 自由亚洲电台 专访赖清德敬总发言人赵一祥 台湾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竞选办公室发言人赵一祥 接受本台亚洲很想聊节目主持人 戴中人专访表示 中国统一台湾企图数十年都未改变 所谓2027年攻台时间 是中国战力成熟时间点 透过国防下阻力与理念相近盟友关系的强化 有助于2027年时间点无限期往后延 而赖清德也说过 若当选中华民国国号依然存在 国旗依然随风飘着 不会针对国旗国号进行修改 刘仲敬说意思是2028年以后 中国就失去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能力 外蒙古不用在乎吴佩孚和蒋介石的愿望 国号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这明显是美国的政策 台湾只是配合 稳住中国四年 然后就可以为所欲为 不过中国仍然可能铤而走险 像蒋介石主动开战一样 宁可打烂中国自己 为攻破坏满洲国 脱城继承事实的局面 为私确保蒋介石习明泽家天下 排除像袁世凯吴佩孚一样 窝囊收场的可能性 所以先给大蜀民国打600亿美元 才是万全之道 事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怎么看最近缅甸军政府部队 投降撤出国杆地区 四大家族逃散后 彭系军阀在当地还会重启贩毒 电炸和赌场吧 刘仲敬说 彭德仁 林明贤和赵伟就是金三角开发区 黄赌毒业务的合伙人 湄公和行动就是他们搞出来的 然后献出小军阀张其夫替他们顶罪 张其夫是昆沙的旧部叛变投靠 正好用来借刀杀人 背锅替罪 他们和辽国改革开放干部关系密切 背后则是越南恐怖组织的支持 免供垮台的时候 林家就拿了越南的武器 被刺清华派中央 把中央一路赶到了中国境内 赵伟是满洲黑社会 澳门黑社会和公安部港澳白区党的联络人 陶四局黑社会爱国论的具体化 这个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抢蛋糕 顺便拿住其他派系的小辫子 傅小田在孟建柱和英美情报机构之间的位置 跟他在公安部白区党和越南恐怖组织之间的位置差不多 以下是阿姨专门针对台湾2024年大选 及2024到2028年战争前景 于1月6日重新转发了过去数年的相关推文内容选编 刘仲敬说 他们可能就是2028年的戈登将军和白奇文 相对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人天主教徒的德性更高 最好是沃老人家率领一支包括美国退伍军人教官的海外军团 但高地酋长长枪党和穆斯林民兵都足以胜任军政分府的职能 2018年12月2日台湾自由时报2019年9月21日报道 黄创夏公布铁锅粉的老虎军团后援会内部民调 郭台铭不选了之后只有0.1%愿意投给韩国瑜 刘仲敬说 白曲党资源和能力的测试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韩国瑜如果直到年底仍然是蔡英文的最大敌人 即使爆出他的经济问题和北平经历黑材料 就会打垮国民党在立法院的残余势力 而郭台铭就没有那么容易 他的金钱和历史可能不政治正确 但在形式上符合当时的法律和政策 如果有他在 保韩国瑜黑材料就会有利于他 民进党甚至很可能必须保韩国瑜 就像在2000年保连战一样 一旦国民党在立法院崩盘 购买台湾比攻打台湾更便宜的逻辑就失效了 而且贵匪永远不会再有这么多的美元 下一步仅存的就是黎巴嫩是暴乱 然后就只有在军舰秀烂以前发动战争 按照这个时间表 战争位于2024至2028的人期 2024年大选的暴乱 可能就是2025年战争的导火索 这时 川普和蔡英文无论如何都下台了 这就是川普万能论 川普救星论和川普以后 美国要玩论对匪谍界非常重要的原因 凡是认真准备打仗的人 对此都会非常敏锐 只想装逼的人自然就会疏忽大意 装逼自古以来就没有好下场 正如阎西山所说 手里有枪的人从来不会饿死 饿死鬼都是手里有粮的人 2019年9月22日 某人说 我似乎越发明白为何中国要疯狂栽赃美国了 一旦舆论抹黑战失守 真相大白 从武汉P4实验室 开始一直上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这整条线全都是千刀万剐的罪 刘仲敬说 估计战争会在2024至2028年爆发 匪军只能支持几个月 但释放的病毒武器会造成长期的损害 联军会摧毁贵匪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然后将内地遗弃给军阀混战的各方 2020年3月26日 某人说 我很怀疑芯片制造是不是真的能大陆体系化 产业线上的很多基础化工原材料 是要从日本那里进口的 只要生产开始就要消耗外汇 从大陆体系其他小伙伴哪里搞不到外汇 纳粹德国能搞大陆体系 主要是因为他们真的能解决合成胺 合成油 合成橡胶的关键技术 原材料不需要英美供应 刘仲敬说 国产替代的政策已经确定了 今后中国导弹都用中国芯片 当然国产芯片的意思 肯定跟国产大飞机一样 把全球化生产的验收权 从波音公司手中转移到中国公司手中 使得波音拒绝的许多瓦房电产品 可以通过验收 使得中国生产部分占比有所上升 这就足够了 你看 根据中国科技资金的分肥方式 中国高超音速导弹 三年鸿蒙化是必然的 从无到有的意思就是 原先是进口的谷歌 现在我们搞出百度以后 就不用谷歌了 因为本来是没有的 现在能有百度已经很不简单 就不要介意百度不如谷歌的地方 先凑合用一用 边用边改善 然后由于政治和外汇的理由 百度世界和谷歌世界 就会永久性脱钩 而且距离越来越大 2025中国制造的实质 就是从无到有 从军事角度讲 2025年以后的匪军 像1958年以后的匪军一样 逐渐丧失作战能力 所以2024至2028年 不仅是战争的最佳时机 而且是匪军能够打 国际战争的最后机会 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 以后仍然无法避免 在八个大大印度越南入侵的 大陆战争中 沦为红色高棉的缩标军 2021年6月23日 某人说 索罗斯还在做梦 中国有人能够取代习近平 索罗斯 中国正面临 以房地产为中心的经济危机 今天土地和公寓价格 都开始下跌 恒大现在处于接管状态 其他开发商也面临类似命运 中国也面临严重人口问题 这会加剧房地产危机 劳动力短缺 财政紧张和经济放缓 而疫情失控 也会在北京冬奥期间 或之后不久被揭露 刘仲敬说 索罗斯当然阻挠不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不过国际资本主义 吃完了甘蔗汁以后 是不会留恋甘蔗渣的 中国工业的巅峰 在2008至2012年 劳动力的巅峰 在2012至2016年 中国崛起认知战 铺天盖地的时候 两者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中华民族英雄 无论在2024至2028年 做不做太平洋战争的萨达姆 2028至2032年都得做 2022年2月1日 某人说 超过六成台湾民众认定 北京不会在俄国 入侵乌克兰之时 侵占台湾 刘仲敬说 这不是意愿问题 而是资源问题 资源调配 没有一两年是不够的 习近平全面执政的第二三年 也就是2024至2025年 就可以看出端倪 到那时还不行 就是以后永远不行了 2028年以后 匪路军就没有足够的兵员 做提加重武器 一定守不住内亚边界 大陆战争会倒灌入洼地 2022年2月23日 某人说 阿姨这次关于 俄乌战争的分析和预测封神了 如果阿姨起事 我将追随 中文圈指服阿姨 没有其他 刘仲敬说 太平洋战争前夜 此后必定排华 全球化时期给予的身份 一眨眼就作废 希腊和塞浦路斯 是最亲俄的东正教国家 欧盟又是最讲多元文化 和法定程序的 俄罗斯寡头的政治势力和金钱 绝不是华人能比的 美国还没有断交 就全部化为乌有了 早知今日 何不毁家疏难 像奥兰治亲王一样 招募一支军队打回去 对于沦陷区居民 就是大陆战争前夜 那时还混到小领主阶级 就是手下 有可以调配的武装人员 无论哪一道的 基本上就是炮灰或菜人了 死亡率超过25%或50% 小领主以上 即使失败了 也有九成以上生还机会 开始时间的中型区限 高峰和七成区域 位于两个四年 太平洋战争 2024至2028 2022年2月28日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军事专家上周 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进行七个小时兵棋推演 模拟中国武力犯台 最初三周的作战 指出 虽然战损惨重 但美国与日本协助台湾之下 确实能成功捍卫台湾安全 刘仲敬说 2024至2028 是最后一次机会 已经比马英九时代的机会差得多 2036年的中国连守卫边界的陆军兵员都凑不够 早就在大陆战争中亡国了 普京和习近平都错过了2014 那本来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2022年8月9日 某人说 台湾欢迎诸夏民兵团 香港部队等等 至于维吾尔族人 一定会有的 难道你以为 东伊运是玩意儿吗 刘仲敬说 的 如果用训练不足的业余爱好者 占用战时最稀缺的船尾资源 对军事行动是不利的 战争窗口 顶多只有三四年时间 2028年以后 中国就没有足够的兵员裁员 和技术装备 来支持一场比较像样的 太平洋战争了 所以训练精兵 是来不及的 2028年以后的大陆战争 需要的仍然是 越南阿富汗式军阀武装 2023年2月6日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点赞和分享转发